甜心超人随便一甩,竟在枪上打出战印,怪兽追着他执人倾气,甜心超人想参加瑜伽大赛,因为获得冠军就能得到大侦探的珍藏版悬疑大片,不过他根本不懂瑜伽,除了经济独立,还是经济独立,为了学会更多招式,他买了本瑜伽速成秘籍,准备好好练一练,回家的路上一不小心撞到别人,秘籍掉到地上,被来往的车辆碾压,已经看不清负面的自己,然而因此拿错了原本属于自己的秘籍,这个怪兽是来找大大怪 实习的,他们家族以铁杀掌扬名,只是他不认识此,所以至今都没能学会无敌铁杀掌,有了大大怪帮忙,他便开始训练,由于不知道秘籍已经被调换,所以他练的都是关于柔韧性的瑜伽动作,与此同时甜心超人也不知情,练的都是关于力量的铁杀掌训练,当他练双手炒绿豆时,其他超人把自己想吃的东西拿出来,居然让他顺便炒了,当他练手掌屁物体时,甜心超人让他顺便劈合他,还真是省事又方便,甜心超人把宅家 都披上两把,终于练成天沙掌,游家道赛开启,甜心超人卢约参加,就在其他人都意外被淘汰时,自以为学会天沙掌的怪兽出来挑战,甜心超人率先出招,一掌把地面劈出裂缝,怪兽凭借扎实的一字码,丝毫不收影响,甜心超人一掌从铁锅中掏出板铁,随后扔向对方,怪兽往后一仰,双手撑底,巧妙躲过板铁的攻击,引起台下一声欢呼 甜心超人将力量全部集中在手掌,怪兽一眼就认出,这便是他们家族的无敌铁沙掌,随着甜心超人一掌披下去,观众吓得四三逃玩,烟雾散尽后,只见怪兽身体倒立毫发无伤,而地面显现出一个大扎影,怪兽流下眼泪,没想到有一天会败在家族的无敌铁沙掌之下,甜心超人得意洋洋,以为冠军之位身权在握,但灯泡老板宣布瑜伽冠军是怪兽,两人都震惊了 怪兽认定,甜心超人是自己家族的亲人,所以一直追着他喊二神三九妈,甜心超人摆口摸扁,甩手让他别过来,却没想到使出铁沙掌,这下更加解释不清楚了